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严重的话 甚至可能会引发口腔癌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很高兴地再次为您邀请到了 博爱牙医诊所院长赖文绍赖医师来到现场 教我们如何认识假牙 以及保养我们的假牙 欢迎赖医师 赖医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个面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挑选好的假牙 是 这个在挑选假牙之前 我们先请赖院长来告诉我们一下 好不好 就是说这个缺牙 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我就少一个牙齿 然后我如果咀嚼上面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就不做了 那先来聊一下 就是缺牙真的 就是说对我们的影响是有多大 好 那最常遇到的就是隔壁的鳞牙 它会往缺牙的部位倾斜 那对面的牙齿也会往下掉落下来 对面就在这边 上面也会掉下来 对 那现在遇到问题了 只要牙齿离开它原本的位置 它就会产生三角缝 这个缝会容易塞食物 那塞食物塞久 你没有清干净以后 就开始会蛀牙 那你看一下图片 这至少就看到三个地方 就已经开始在蛀牙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的缺牙是在底下的话 对 那这个是上面的牙齿 对 连上面的牙齿也会往下掉 没错 上面的牙齿旁边牙齿都在 对 没错 上面牙齿都是正常的 没错 可是下面只要掉了一颗 旁边的也会倒 上面的也会掉下来 没错 完全正确 这就像我们那种 就是盖房子钻墙这样 对 然后把中间一块抽掉 就会掉下来 没错 所以牵一把动全身 OK 那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其实容易造成清洁不易 然后容易造成蛀牙 是 那解决方式其实更难 为什么 你倾斜的牙齿又要把它搬回去 你是不是觉得又浪费一些时间 所以一般如果我们缺牙 我都鼓励病人 只要它牙肉长好 大概三个月或六个月 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个 假牙的制造 是 那如果说最长 我觉得大概 可以拖掉 拖到多久 我觉得还是六个月 只要六个月以后 我学牙齿都已经在开始移动了 这移动的多还是移动的少 OK 对 所以说最好就是在 不管你是拔了牙 或是蛀牙把它处理好之后 半年之内 能够做 就把它做起来 做起来 做起来有什么好处 吃东西当然比较自然 那有些人说缺牙以后 会造成一些 逆额关节的障碍 咳咳咳咳咳的响 这种例子不多 但是还是会遇到 就是有时候讲话会落轰 如果在门牙的话 没错 那那就跟 当然跟美关有很大的关系 好 接下来再来问一下 如果哪些情况 需要来做假牙 当然第一个就是 缺牙 拔掉了嘛 没错 那我们下个图片是介绍的是 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意外 那不管是骑摩托车的机车族 他不小心如果说发生一个小插状 他会断裂 这种情况其实用树脂补 补不起来 怎么补都会掉 都会掉 因为牙齿本身 它结构已经支撑得太少 所以我们一般要补住牙 那是因为它旁边还有结构 还可以支撑得住 所以补完树子卡得住 补得好 补得耐 这个没有什么好支撑 所以怎么补 马上就又像沙雕一样 马上就垮掉了 那我们可以帮它复原一下 一个很漂亮的人门面 那你发现这病人的颜色很漂亮 装完假牙 是 一模一样 当我帮它装上去 我看它是微笑的样子 我发现它已经忘记它跌倒过了 OK 它这个假牙就是直接做好 套上去了 也是套上去了 对 很像 对不对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病人也很高兴 所以是现在假牙就是跟以前 当然就是传统式的 不一样了 不太一样的 因为毕竟科技在进步了 对 好 接下来再问一下 就是那什么样的状况是不适合 做假牙 对 做假牙的 那我们常遇到这些 像我举个例子 像以前门牙不美观好了 那像这个 这是适合 这个适合 这不是 这是天生的啊 对 那我们东方人 那门牙就怎么会被 比较小颗 比较小颗 我们东方人常遇到哦 真的吗 就一颗大一颗小 对 那第一个美观上不好看 那它不是全面性都有缝 就只有侧门牙有 所以我们就帮它做一个假牙 装起来 这两颗是大门牙是不是 对 正门牙 正门牙 那正门牙旁边有两颗小的 对 再来就是虎牙 虎牙 对 所以说是常常会在这个变得比较小 对 那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补起来就是这样子 对 也很自然 看起来颜色外观都很协调 是 那像有些 不小心小时候跌倒的时候 它没有什么症状 可是长大以后 它的颜色有点变黄 这样子 是这样子 也是在侧门牙 OK 这时候也可以给它做个蛮漂亮的假牙 跟隔壁两个邻居的颜色都蛮像 为什么这个门牙会变 就是会变黄 因为我爸爸以前也是这样 但是他是说它好像是摔倒 摔倒以后 但是牙齿 它的牙齿是很厉害的 所以 还没有坏 对 就是牙齿很坚固 但是问题是 他是说好像里面是不是神经受损 坏死了 是不是 对 就是坏死了 所以你还是要把里面结构 无垢先清干净以后 用个牙套把它套上去 OK 对 这个是不 不只是美观的问题 还有功能上的问题 怕它断 因为这颜色代表里面受伤以后 它整个脆性是增加 是 你套个牙套 还有保护的效果 所以就像树木一样 没错 那个枯树如果 久了 平常没事它也不会倒 但是久了以后 它因为已经枯掉了 对 OK 所以脆性是增加的 所以套起来才是明智之举 是 才比较不会容易折断 好 那我们也遇过一些 微笑的时候 他发现左右两边的牙齦 高度不对称 他也觉得难以其次 所以他求助牙科医师 牙科医师能做什么 其实他不是只有做假牙 他把牙齦先做一些整形 让他做起来牙齦 两边高度都一样 牙齦 可以整形 微整形 让我牙齦整形好对称以后 我再用假牙的方式把它做好漂亮 是 那你发现做完假牙 它的微笑曲线也出来了 它的假牙的弧度 跟它的嘴唇弧度是有对称性 很协调 看起来就没有 所以它是原本就是 它是牙齦的部分有问题 所以不是因为它的嘴唇 笑的时候哪一边歪 要影响到 有一点 所以你到最后 你的牙齦的高度弧度 要配合它微笑最后的样子 那最后做牙的样子 也是要配合最后的嘴唇的弧度 那看起来才会协调 那笑起来才比较自然 不会觉得说一边高一边低 对 好 那我们也遇过一些 喜欢咬硬的食物的病人 晚上也会磨牙的病人 那这样磨久以后 牙齿越来越短不好看 所以我们也会帮它做一个假牙 把它恢复它应该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第一个没有牙缝 牙齿看起来也应该有它自己的高度 那这个病人装上去了 我压力就来了 因为还是要提醒它 不能咬太硬的食物 晚上我给它带个牙套 对 给它保护起来 这个假牙才会 寿命才会长 才会长 对 不会说脏脏脏脏 又咬硬的时候又裂掉一点 是 对 那其实现在最夯的题目是贴片 对 这个贴片来讲就是说 但是原本的牙齿是还要在的 对 这个不能就 缺牙齿不能做贴片 贴片 没错 来聊一下这个 这个是大概时下比较 这个对于这个 应该是有一种美容 对 那一般人如果牙齿 比较黄的话 有时候它会去美白 因为它的牙齿是整齐的话 对 那如果说比较不整齐 然后颜色又不好看的话 干脆用贴片 可以选择贴片是吧 对 贴片是什么 是怎么弄 好 它 像我们一般做假牙 是360度都要磨小 360度一圈 就是我们本身的牙齿 那如果你要做贴片 它不需要360度 顶多一个面 我们称之180度好了 就是我们牙齿的正面 对 给它磨 大概0.5个mm 这样就够了 它就像瓷砖一样 薄得有点像蛋壳 可是它就是可以贴到牙齿身上 然后用比较强的黏胶把它 黏上去 那好处是不用磨损整个一圈牙齿 那它可以解决它颜色的问题 它也可以解决它形态的问题 是 所以说你就贴上去 然后就再把它磨一磨 还是怎么 就是好像 就已经做好了 就贴上去了 所以它也是需要 齿磨师傅的去承照 OK 对 它也需要取磨 像我们第二页 它的第二行的图片 就是介绍它磨完牙的样子 那第三页是介绍说 装上去的样子 那为什么这病人 它想要做 它还是要稍微磨小 是不是 对 一定要磨 就是它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还是要稍微 把前面这些磨小 对 正面的地方再把它贴上去 它就会变成这样了 对 那如果不磨会有什么缺点 做起来会比较厚一点点 OK 就看起来又比较不自然 牙齿比较厚 对 但是这个也有一些 比较烦恼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咬硬的东西 或是贴没贴好 它会掉下来 没错 所以贴片的病人 我要提醒它 不能咬太硬的食物 如果要吃比较硬的时候 要动作慢一点 不要给它瞬间 有太大的撞击力 刚好撞到那个 连接面的时候 它就会容易脱落 如果脱落 运气好 整片还在 其实黏上去很快 就怕是脱落以后 不小心掉地上 那碎掉以后 又要再重新承造 那又花三到五天的时间 所以装贴片是好方法 但是也要注意一下 它的使用 是是是 好 再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其实现在牙科诊手里面 最大宗的其实是 都是做完根管治疗后的牙齿 它颜色变得比较暗 比较黑 会这样子 会 它缺乏血分了 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 爸爸的这种状况 所以根管治疗 因为它是抽神经嘛 没错 是不是 就神经抽掉以后 牙齿会慢慢变黑 对 那结构上 它还是一颗牙齿 但是它 不够强 不够壮 所以你可以适当地 给它一个假牙 保护起来 第一个颜色可以恢复到 原本的颜色 强度上也强了一点 所以应该是有一举数得 所以就把它保护起来 那其实下一个case 是比较特殊的 那早期在民国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那四环眉素 刚问世的时候 那时候治疗感冒最有效 小朋友来也四环眉素 大人来也四环眉素 结果没想到 小朋友牙齿换了以后 乳牙换完恒牙 就发现 怎么它恒牙的颜色 变得一层一层的感觉 那这种病人 如果找我做冷光美白 或者用美白牙膏 或者说居家美白 效果都有限 病人还是不满意 就还是会透透的 对 还是一层层的感觉 暗暗的感觉 那如果说 它真的要一劳永逸的方法 真的就是用铁片了 就用铁片了 对 所以铁片也是假牙的一种 它也是黏上去的一种 那这个病人很可惜 就是说你要知道 我们微笑的时候 看得到的范围 上面有十颗 下面有十颗 所以这个病人很辛苦 它做了二十颗 是 所以漂亮 我觉得它绝对比它以前 看起来更有自信 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说 你的牙齿其实是健康的 只是颜色上面不漂亮 它的排列也是漂亮的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不用去牺牲一颗牙齿 把它全部磨小 然后再用牙套 套起来 上面是还好了 一般下面的牙齿 就一般比较没有人在做 贴片 牙套啦 对 整个牙套 就是用贴片来讲的话 是比较方便的 没错 对不对 又快 又方便 又方便 然后又不需要伤害到牙齿 是 好 这个 当然 这个是适合做假牙的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我们再来介绍说 不适合做假牙的 有哪一些方法 好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好 这段我们再请这个赖医师来告诉我们 有哪些情形 它是不适合做假牙的 对 问得好 因为每个病人来问我说 这个方法可不可以用来做假牙 其实我觉得医生应该本着他自己的专业 来给病人做最好的建议 那因为这种牙齿磨了就是没了 你不能说我磨了 我让它再长出来一次 我们再重新再来一次 对不对 好 那像这个案例 其实它的牙齿 它侧眉 这边已经转了一个四十五度 好 那如果他说 他希望他这个假牙 希望做起来自然又漂亮 是 那我应该要跟他分析 它左右的空间不对称 那你右边的这边牙齿宽度 跟这个宽度不一样 所以我应该要鼓励他 先把牙齿排列整齐 就是先矫正是不是 对 枯牙是不是 现在大家都很流行 就是枯牙 对 先把它枯好 把它排成同一个U字型牙 空间先分配好 然后大小空间都对称了以后 你再把这假牙 他也说他也想把它原本 旧的假牙一起拆掉 为什么 四颗一起做 看起来也许颜色会更自然 是 所以他千万不能够直接就做了假牙了 所以他应该要先做一点空间的分配 是 所以其实也是急不得的 对 先枯牙 枯一阵子 因为枯牙也要花个一两年的时间 OK 好 接下来就是 这个牙龈红肿的时候 也不适合做假牙 那牙龈红肿原因有很多 第一本身 自己病人清洁的不干净 那也不满 你说 有没有可能是 这个假牙当初的设计不当 才导致于它清洁不干净 所以它红肿的原因 我们先找到 我们先把它的假牙先拆掉 先给它一个临时的假牙 然后去治疗它红肿的原因 治疗完到健康了 我们再正式的取摩 你做出来的假牙才会漂亮 才会看起来很和谐 不会一高一低 好 接下来就是年纪的问题 什么样的年纪是不太能做假牙的呢 小朋友 如果说在学校不小心玩秋千 跑步跌倒的时候 它门牙断裂了 不适合马上做 因为它的牙龈高度还在改变 因为它正在生长 牙齿也正在慢慢长长 慢慢高 那牙龈也在移动 这时候如果太早做假牙 怕一两年以后 发现牙龈的高度往上移动了 那个牙根的颜色露出来 那家长会问 奇怪这假牙才刚做一两年 怎么就不好看了 所以会很尴尬 所以我们都鼓励说 如果真的要做到假牙 比较稳定的话 是十八岁以后再做 那时候它的牙肉高度 不会说在这几年内 就变化得很大 对 但是问题是 如果它真的就说 掉了怎么办 门牙缺了一个 那它如果小学五年级就缺了 你让它等到十八岁 它这中间不是 怎么过日子啊 对啊 那怎么交女朋友 我先跟家长沟通 我们先做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到十八岁以后 它的牙龈的高度 与当初做的时候 有差距的时候 不要急 就干脆等十八岁以后 再做第二副 所以可见假牙 不是做的就不能改 我还是可以拆掉 拆掉 然后再过它十八岁 十九岁 牙龈稳定了以后 再重新再做第二副 这也告诉说 假设我们现在做的假牙 每十年或二十年 它牙龈一定会往 牙根的方向移动 移动到一个程度 你觉得说这个美观 已经有不能夺协了 那还是可以再做 不是说坏掉了才能采重做 所以这个就是说 医生跟患者之间 要做到很好的沟通 那如果说家长愿意 要再花这个钱 然后早点让他有点美观 门面的话 那就可以花这个钱 但是如果 这个经济也有点问题的话 还是等 其实就是 还是跟小孩子沟通一下 就是缺牙也蛮可爱的 好 来 接下来就是 怀孕的这个孕妇 是不适合做假牙的 其实孕妇是可以看牙 包括洗洗牙 补补牙 但是说能够尽量避免 你不要照X光片或者吃药 甚至打麻醉 这些都是安全 但是能免则免 因为我们在做假过程中 可能会加一点麻药 所以如果怀孕的时候 万不得已 我不会建议他做假牙 我可以帮他补补牙 然后先撑过这一阵子 等他做完月子 他能够没有这一方面的 顾忌的时候 再重新再做个假牙 那对他是比较好 那怀孕的妇女其实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荷尔蒙的改变 因为黄体激素量比较多 在牙科的病患里面 他比较容易牙龈红肿 所以牙龈红肿回到一个主题 他也不适合马上做假牙 所以怀孕的妇女就是 治疗越简单 越单纯 这样让他身心都健康比较重要 除非就是真的到万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然后就把他拔掉 或是能够忍的 就忍过去吧 其实也没多久 都是可以治疗 只是说还是要沟通 因为现在医病关系 都处于说比较紧绷的状态之下 像我个人我都会请病患 先跟妇产科医师先打成一个共识 那毕竟我们只是一个亚科医师 所以我觉得有妇产科医师的背书 我们这样做起来也比较放心 所以怀孕十个月的妇女们 其实他们牙痛 还是可以去做梗管治疗 跟进一步的治疗 甚至拔牙都安全 只是说大家双方都要先有 这一方面的认知跟沟通 往后的医病关系才会相处愉快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个牙齿 假牙的制作过程好不好 我想今天要介绍 当然是有传统的 以前的跟现在的 因为以前大家做假牙 其实有很多种 你有看到那个满口大金牙 有 也有那种假牙 就是说好像以前的假牙通常 大概没有几年就会被人家看出来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装假牙 因为你看那个牙龈的部分就知道 牙龈的那个部分黑黑的 对 就看得出来你有装假牙 可是现在就看不太出来了 你来介绍一下 好 来 今天如果不当牙科医师 我也很好奇 我到底这假牙怎么做出来 对 那一般我们取膜 我们还是会用最精密的一膜材 来帮病人取膜 那取完膜就像照相一样底片 那我们要翻膜就是一个石膏 石膏印出来以后就可以 跟你嘴巴里面的空间是一样的 那我们齿膜师傅 其实现在台湾 已经越来越进步了 从去年开始已经有 齿膜师傅的认证 所以他不只是要读书 还有这个认证 那他们就 以前都没有 没错 以前那的话都是学徒制 所以其实对品质来讲 我觉得是参差不齐 那其实我们病人会觉得说 医师假牙做得好 我觉得不只是医师 他本身磨牙磨得好 还有他搭配的齿膜师傅 也要做得好 所以他的幕后英雄 其实是齿膜师傅 对 那他会先做好一个刁蜡 这个刁蜡也是像 我们牙科医师很喜欢就是 牙医系学生要去比赛的时候 或考试都是考他的手 就是灵巧度 所以他灵巧度做得好 其实这样做起来都很顺 那最重要是传统方法 他先铸造成一个金属 然后金属面做好以后 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银色 可是我们假牙瓷牙 是看起来不能有银色的 所以他必须要上一个不透明层 把那颜色先遮掩 接下来就堆瓷 堆瓷堆好以后 再进炉去烧瓷 好 那做出来以后呢 我们牙齿不是只有看 还能咬 所以他跟上面牙齿 对起来能够对得好 最后我们再交到病人身上 那我们牙科医师要做什么事 要做瓶管 那我们交给齿膜师傅的模型 要做得很精准 你不能说不清楚 就交给齿膜师傅去做 那第二个他送回来的 要先检查一次 他的边缘密合度够不够 检查好再放到病人身上 再检查一次 他密合度够 这样才算是一个品质 优良的一个好的假牙 是 那你有发现 传统假牙里面是一层金属 是 那很多病人 装完假牙隔天 他打电话给我 那也是我做的是假牙 是瓷牙 为什么还有一层金属 他一直以为说 全部都是无金属 那传统的方法 这已经有三十年了 所以它里面的金属 用来当衬底 就像我们盖房子的钢筋 不能只有一个砖头 所以它有个金属 当衬底 增加整个假牙的结构 它会比较坚固 没错 这是以前 对 那我介绍现在最新的技术了 它还是要取膜 还是要灌石膏出来 接下来用最新的 用电脑去扫描 扫描完以后 用一个压注式的 那个内 我们叫内罐 这个内罐 还是 还不是成品 它先做出来内罐 就像刚才您介绍 传统方法 把金属先做好 内罐很硬 它也是要支撑整个结构 是全磁的 对 它这个内罐非常的硬 所以现在的假牙的硬度 绝对够吃东西 就是现在假牙硬度比 传统的 传统的金属 甚至更强了 还要厉害 对 那还是要堆磁 最后再浸炉去烧磁 这样了解了 是 那我看一下案例 像这个 它是采用无金属的全磁牙罐 那它因为也像发生门牙一些断裂的问题 那帮它装完这个假牙 看起来真的很自然 对啊 就你就看 尤其是那个牙肉的那个部分 对 就真的就不会有那种黑黑的 没错 因为以前的有这个金属的成分 在里面的时候 会有黑色的一条线看得出来 对 那刚好我手上有一个模型 也可以介绍说传统方法 跟现在最新的全磁牙罐 它们它差别在哪里 哪一个是哪一个 我的左手边是全磁 我的右手边是传统的方法 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 萤幕中这样子看 其实看不太出来 两个感觉上在外观上 其实是 一样的 都一样的 但是差别在哪 透光度 透光度 金属因为光会反射 那全磁它没有金属 它可以透光 所以我们的牙齿 其实法郎子 象牙齿 那些都是可透光性的 所以为什么 自然的 真正的 浑然天成的 我们真正的牙齿 其实是可以透光的 没错 那现在的假牙 是可以做到跟真牙 一样的透光性 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个实验 让大家看 我先把它遮起来 这样子我们在镜头上 比较看得出来 那我再 就把它遮光 好 我在内侧 有放个小灯泡 好 看到没有 有没有发现 好明显喔 好 那我在实验的结果 看得出 看得出来 很明显 就是有一个像 就是灯泡 透光度 对啊 那你对大家 观众问我说 右边到底有没有灯泡 对不对 对啊 右边有没有灯泡 还是有灯泡喔 右边对 其实是有灯泡的 好 然后把这假牙放下去是 它就是完全 它透光度比较差一点 完全不透光的 对啊 几乎不透光吧 没错 应该是几乎不透光 对 了解了 所以科技在进步 是 所以大家 其实受惠的 还是各位观众朋友 对 这个就是现在的 现在最棒的这个 雌芽 材质 那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些 这个假牙的品质 其实我觉得大家 比较迷思的地方说 假牙贵 贵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 不只是材质的进步以外 我觉得我们牙医师 自己本身的进步 也很重要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取完膜要灌石膏 我们交给齿膜师傅 去承照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先做品管 那这边这条线 我们叫做边缘 这做假的边缘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不能跟牙肉 好像有点暧昧不明 像这个石膏 就有点暧昧不明 分不出哪边是界线 那这边就可以分得出 好像一条蚝钩 哪边是牙肉 哪边是牙齿 所以齿膜师傅 做假的时候就知道 它界线要设定在哪里 不会说跑到旁边牙肉去了 那不瞒你说 这个齿膜师傅 它如果要做假牙的时候 它是在用猜的 所以就是在咬膜的时候 要很有耐心的 把它边缘都弄得很清清楚楚 所以这个就是牙医的责任了 对 那齿膜师傅 如果他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他应该要跟他的牙医师 反映说这个模型不清楚 麻烦再重取比较好 当然这是双方都要为了病人着想 应该这个步骤 必须要重新再来 那如果说他这个步骤 没有重新再来 会有什么缺点 边缘密合就像无缝 你会觉得说 用牙杏就是不会卡卡的 那也不会说有吃的食物 像纤维类的青菜 会卡在那个边缘 就很顺一下就流出去 那如果说他边缘 如果说是有缺角 不顺 你有时候吃纤维类的青菜 就是容易卡在那里 你有时候用牙先剃 也不一定剃得干净 在剃不干净情况之下 就是每况愈下 越蛀越深 而且这蛀牙就越开越明显 所以如何教病人 去挑选一个好的假牙 其实不是只有 从嫁回味去着手 可以从各方面去考量 这是我们待会 可以慢慢再介绍的 所以假牙的品质 第一个步骤就是 齿膜师傅跟牙医师 他自己要先做好评管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和在人间 好 这一段我们赶快 再来请教这个赖医师 当然这个假牙坚硬无比 以现在的技术来讲 当然是更好的 那装上去之后 他的寿命到底可以有多长 这是很多客人问我的问题 我总要给他回应 不能够打马虎眼 我们一般讲 课本都是教我们每个牙医师 就是说一般的假的寿命 是七到十年 也只有七到十年 其实也给自己一点退路 我帮我老婆做假牙 十三年也没有问题 是啊 就是说平均是这样 如果在没有问题的状态之下 其实它是可以 可以长期使用 就是长期使用 那我也常遇到一些病人问我说 我这假牙做了快要二十年了 那他担心以前的技术 不是那么好 那我该不该重做 我第一个着眼点不在于 他二十年 也有可能二十年 医师他帮他做得非常的密合 他只要他美观上 他还可以接受 功能上咬起来没有问题 然后清洁上也很OK 那其实这个假牙 我都鼓励他继续用 没有道理说把它拆掉重做了 这样了解 那当然我也遇过一些假牙的病人 咬一个硬物的 不小心他就给我崩掉 可能不到七年 可能不到两年他就来找我了 那没问题 其实我们的客人 这个是使用不当的 做成的 那站在我的立场 当然是赶快帮病人服务 那还是会在耳提灭灭 希望他下次再使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要再小心 吃的饮食的种类要挑一下 是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一些案例 像这个病人 他也是做全磁 虽然我也跟各位观众讲说 他兼顾无比 他也会不小心咬到硬的食物 刚好就在缺角的地方就崩掉了 那这个绝对没办法把它碎片 把它拿起来再黏了 所以这个就要变成 拆掉重做了 重做一颗 对 那第二种状况就是说 有些假牙做久以后 它的牙齦会有点萎缩 有个洞 对 它的假牙逆贴性就比较差了 那它一常反映说 吃的是东西 这是不是当初没做好呢 其实当初做一定是有蜜的 OK 那没有蜜其实病人一看就知道 它会跟医师反映 所以就是因为时间久一可能过个三年 五年 十年 它牙齦会萎缩 当然因为牙齦萎缩 因为它缺牙才会萎缩 所以这底下这两个是空的 没有牙根的 所以没有牙根情况之下 牙肉跟骨头会萎缩会比较快一点 OK 那萎缩下去不好看 或者说它吃东西会从那个缝隙 好像口水喷出来一样 那这种状况其实有困扰的时候 也会鼓励病人再重做 所以它这个就是 它这个是属于 它一次做四颗是不是 就这两颗是还有牙根的 它把它磨小了以后 做个牙桥 就把它牙桥套上去 所以这两颗是没有牙根的 所以说它就变成 其实这两边的牙因 它是会萎缩的 对 那我再考各位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病患 刚拔完牙 你太急 马上给它做夹牙 那牙座还没有最稳定 通常是第六个月才最稳定 除非稳定说 它不会在短时间内变化太大 太早做假牙就会有这种问题 也会这样子 对 那牙是又踢到铁板了 你马上做假牙 不到两个月就萎缩的话 你还是要帮病人再做售后服务 所以 所以太急也不行 不行 就是你最好就是六个月 好 那六个月以后 其实它牙因还是会慢慢的萎缩 只是萎缩的速度没那么快 所以你做的假牙不会说 在短时间内就出现一些 让病人可以挑剔的地方 对 所以拔完牙要做牙桥 我还是会鼓励它至少 如果能够满六个月 肉长的差不多再做 对它会比较好 可是很少病人愿意等这么久 是啊 因为那这段时间 因为没有牙齿 门面上不好看 有 那个零食的吗 有 还是有了 可以 所以这时候如果怕牙龈萎缩太快 先做个零食给病人 是 在美观上面也OK 对 但是在这个饮食的选择上面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可是像它这个牙桥 就四颗连在一起 这个问题是在它 因为它中间是连着的 对 所以说它就是清洁上 不好清洁 对 你变成这要用 穿针引线 穿针引线的方式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种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对 那它这边 出现一个小泡泡了 这个是属于 就像我们 嘴巴破的那个意思的感觉 它是牙龈破的 它是牙根里面 有一些坏死的组织 产生一些浓 它从那边引流出来了 它就是一个浓泡这样 把它弄破了以后 它就变这样子 对 但是这个要治疗 这就是所谓的牙水里面的神经 已经坏死了 那有时候我们帮病人做假牙 也会遇到类似问题 做的时候满健康的 可是我们毕竟还是要磨牙 你磨完牙才能够套 那你磨的过程中 离神经就是比较近 有时候刚装都没什么症状 可能过个五年 或过个十年 它的牙根就出现一些浓包了 这时候你还是要帮病人做服务 这个服务应该这样讲 你要把牙套拆掉 因为拆掉才比较好治疗 所以很多病患也问我 我这个假牙好好的 为什么你牙医师 我产生一些疼痛了 为什么建议把牙套拆掉 然后做完治疗以后不会痛 又要在花一米钱再装个新的假牙回去 因为 假牙拆掉就不能再装回去 对 它是用破坏的方式 把它磨开 所以现在就不管是任何的假牙 就是说你套上去了以后 是黏固定的了 是 除非它就是自然掉落 如果自然 还有点可能 自然掉落的话 这假牙品质有问题 通常是不会脱落的 没粘好 没粘好掉下来了 那还好 那就再粘回去就好了 OK 如果你粘好了以后 你要把它再弄下来的话 几乎不可能 真的喔 所以为了治疗 肝管治疗 它能够做的效果最好 你还是要把这牙套拆掉 它比较好做 比较好操作 是 那如果说你可以帮病人省钱的时候 那你把这个假牙内侧 挖个洞去治疗 要很小心 因为你可能不晓得它的路径 你把牙齿抹坏了怎么办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讨论 你如果说舍不得把牙套拆掉 你让我治疗 有些风险病人要承担 那我们该做的就是 越小心越好 也许能帮他省一笔钱 但是这个责任有点大了一点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 只是把假牙 如果假牙拔掉了 然后去做的话 其实还好 问题不大 那如果说你是因为蛀牙 然后要把它做一个牙套 把它套上去的话 那这个就要很小心了 就是我们要有耐心的 先把我们的蛀牙 清干净 就是完全的治疗到好 然后才能再套上去 因为如果没有 治疗好 没有治疗好 套上去 它开始痛的话 麻烦 那它整个就要毁掉 毁掉那个牙齿 就再花那个钱再做一个了 其实病人辛苦了 但医生也辛苦 因为现在我都鼓励 有什么问题就跟医师多讨论 那我觉得当医生的 自己要有一点的社会责任 这个病人是你的 不管后续做什么服务 你就帮他做得好好的 其实医病关心 相处愉快 是 何气生财 因为当然有一些医生他就怕 就是这个治疗时间太久了 病人就跑掉了 可能我把你治疗好 他就跑去别的地方做假牙了 搞不好这时间刚好他有碰到朋友 对 可以算得比较便宜 他就怕了 对 其实说其实在 应该是还没治疗到一个 完整的状态之下 就装了假牙 这样是很糟糕的 没错 所以我们医生也要负点 社会责任 好 来 再来来看看 这个假牙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在这个牙龄的部分 这个是以前的假牙是不是 对 它就是才会有这个黑黑的 好 那我刚刚在化妆间的时候 我就跟几个我们的同仁都聊聊天 他们都面临到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做完假牙以后 牙龄的地方会出现黑线 现在的不会 除非你做全磁 就是现在的全磁的就不会 那传统的方法 其实我们当牙医师的 我们还是可以做到避免 怎么说 你可以挑材质 材质就是 不要挑选那种稳定性不好的 像我们现在常遇到一些 涅落两个金属的话 它稳定性不好 时间久以后 它会慢慢的附着到牙根上 所以你会看起来 牙根颜色有点黑黑的 再加上它也会跑到牙肉去 所以等于说 你会看起来那黑有两种原因 第一个它本身做过根管治疗 牙根就变黑了 第二个原因是 它金属稳定性不是那么的好 长期的时间造成 那个牙根就跟着变黑 那解决方式怎么办 如果它爱美 也会鼓励它就把这假牙拆掉 拆掉以后 我们重新再做假牙 如果它在意黑色的部分 那就鼓励它做全磁 但是我们牙医师做全磁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做的设定的边缘 在牙肉深一点 你要预留它可能再过十年 它有点慢慢牙龈萎缩 所以我希望它这十年内 就是很饱满 很丰满 看不出那个牙根黑色 所以我们一般的正常的人 就是说它以为有正常 它的牙齿是真的牙齿 正常的牙齿 牙齦也是会萎缩吗 对 我们大概过每十年 它会牙齦萎缩一点点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隔壁牙齿 牙齦也是萎缩一点点 就上面这个黄黄的这个 是牙根 这个就是也是萎缩的 对 所以说其实也许它这个牙根是 因为抽了神经变黑了 也许是 对 所以都是会萎缩的 对 但你会发现这个病患 它在后面的牙齿 它也有萎缩 可是它不在意 因为我们确实看不到 看不到 那既然美观上 它不是那么重点 其实你就不需要说 一定要重做 像这病患它功能性也好 咬也不会痛 它只有美观上打折 那如果说它介意 那解决方式就是重做 那我觉得也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这时候做一个全磁的 解决这个当下的问题 可是我们也难保十年 再过个十五年 它的牙肉又往上移动了一点 那牙根 它如果牙根是本来就黑的 它还是会变黑 对 所以千万不要在病人面前就说 你以前的材质做得不好 我鼓励你这次挑好一点 以后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答案这个句话 还是少讲为妙 因为谁做这个假牙 谁都会面临到 牙根 牙龈萎缩的问题 这是技术 就是说 搞不好十年以后 有专门可以补在这上面的 一些技术 了解 对不对 也不一定 对 就是像这个病人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它如果要美观的话 像这些 它的牙齿都很好 对 然后要让它漂亮的话 贴片也就 是可以解决了 是可以解决了 对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方间有哪一些假牙 好不好 好 那其实 全齿牙是我们现在 大家能够接受在 门牙的地方 那也有些 我们的病患会希望说 我们价格 不需要这么高 对 那我用在后面牙齿 就是所谓传统的方法 那大家都问我 为什么假的价格差了这么多 那有六种 我们可能看得到的是 有六个厂牌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最普遍大家会挑选的是 钛合金 那它还是有 镍跟弱这两个元素 那不鼓励也不反对 因为毕竟它还是 卫生署许可的一个材料 它稳定性没有像其他的像银把 或者它含有黄金成分 以上的更稳定 那 有黄金的稳定 但是就比较贵 没错 尤其前一阵子 金价更高的时候 这个价格 其实以前我们早期 这个价位跟两个差不多 现在反而它更高了 所以会挑全齿牙的病人 反而又更多了 OK 像以前阿公阿嬷 常常会那满口金牙 金牙就是这样子 那 额外我们也会提到一些 叫3D词调 也是目前最夯的一个话题 是 那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 其实我们牙医师面对一个问题 是健保的申报额度 不能够太高 那如果遇到一些小蛀牙 我都会帮病人先用素质先补 补起来 如果好用 就这样子其实花个小钱 就可以解决问题 反正补起来 然后也没有什么美观的问题 因为在后面 对不对 那第二个 如果这补的地方常常掉 它又舍不得做整个假牙 那可以针对它缺牙的范围 它补进去一个 对 它是用电脑扫描 然后它就扫描完 当场就在有个研磨的机器就做好了 但是它可能看个报纸 看个电视 就好了 好了 两小时以后 就可以开始要粘上去了 那这是什么材质呢 它也是跟那个全磁一样的 所以它是个磁块 磁块 所以这个是在 如果有这样子设备的枕间 枕间就可以用了 也有说靠传统的方法 就这样补进去了 用粘上去的 对 好处是什么 比树脂还要老 也比树脂更密合 价钱也比 就是整颗假牙 差不多一样的价位 差不多一样的价位 那不是做个假牙就好了 那好处就是说 它不用磨掉整圈的牙齿了 也对 对 因为你有说牙齿 也是蛮好的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也很多的病患问我 这个3D齿雕的意见怎么样 我第一个选择还会鼓励病人 先用健保的方式先去处理 不要马上就说 我看到你蛀牙 我就鼓励病人去做3D齿雕 因为并不是每个病人的 经济能力是一样的 所以千万不能以3D齿雕 当作补牙的第一顺位 所以就是说先治疗好 治疗好先用素质 来补一下 补补看 然后如果说状况好的话 这个就可以维持很久 很久了 对 如果说你常常掉的话 因为在咀嚼 有些人特别会用那边的力量 对 他比较没有办法撑住的话 OK 好了解 好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好 我们这段来聊的就是这个 假牙的保养 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你当初 以前这个做的假牙 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些 不好的金属 那它会造成一些后遗症 就比如说就是牙龈会变黑 对不对 这个牙龈变黑 那我们如果把它换掉了一颗 全磁的牙再把它放进去的话 它这个牙龈会恢复吗 不会 不会啊 真的就像刺青一样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材质里面有腻跟弱 那我自己本身开业13年 那我也帮我的病人做了不少腻弱 因为毕竟还是卫生署许可的一个材料 我手上我还没有遇过 这样子 这不叫过敏 这叫做它稳定性不佳 它跑到牙肉去了 就轻轻的 直直的感觉 就像刺青一样 那这个地方牙肉还是粉红色 可是这一颗牙就有点 直直的颜色 那如果说在挑剔点 你会发现它牙根这边有点黑 这个黑有两个原因 本身要抽过神经 还有那个金属的离子 已经有跑到 融出来 跑到那个牙根上去了 这个除了美观之外 这个对健康有没有关系 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它不是造成一些口腔癌 它不是口腔癌 只是说美观上有打折 那口腔癌是 什么原因 假设帮一个病人做一个假牙 密合度不够 它舌头每次吃饭 或一讲话会刮到那个边缘 边边角角 那个地方会有伤口 我们叫溃疡 一个溃疡一直反复 在同一个地方发生 它每次要复原的时候 它也许第一次长得是好的牙肉 再久一直结巴 再好又再坏 最后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牙肉 所以不好牙肉 不外乎就是产生一些病变了 所以口腔癌跟牙齿有关的话 不是只有材质而已 还有跟它的密合度 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一个病患 如果装完假牙 他觉得舌头有点问题 你一定要跟你的医师做一个 密切的联络 请他做一些调整 尤其活动假牙病人最常遇到 那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两个案例 其实是我自己本身的病人里面看到的 可是这两个假牙 它的材质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可以猜得出 大概就是捏跟弱 但是我的病人里面 做捏弱的又有一样的问题吗 又没有 所以到底哪一种案例 才会产生这种现象 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实验的证明 所以如果说大家观众朋友都 你选用的还是有 捏跟弱 也比如说紧张到赶快要换掉 我觉得大可不必 那如果说用了 没什么症状就继续用 不是说这个材质保证就 不会有问题 或者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就给专业的牙医师 去判断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的牙齿 没有什么不舒服 在美观的这个程度上面 你还能接受的话 当然我们就可以 先把钱省下来 对 没错 然后慢慢的存 存到一笔钱 等到它不堪使用的时候 我们再做个群磁的 对 OK OK 好 来我们最后 剩下这个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假牙的保养好不好 其实保养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日本的假牙价格 是台湾的三倍 是 所以很多人都坐飞机 来台湾做假牙 我昨天晚上 遇到一个竹科的工程师 他在美国待了快十年 我说我明天要上节目 我想请教美国的 假牙价格大概多少 是 他说他一口烂牙 他们不敢帮他保医疗险 然后他曾经牙痛了 包括根管治疗 包括假牙 加起来快要花台币 五万四千 大概一千八美金 一万八的美金 还是一千八 一比三十 一千八美金 所以他觉得说 帮他看牙的 美国医师都建议他 你竟然来自于台湾 你要不要忍一忍 干脆回台湾再做好了 就是买来回机票都还来得及 那其实假牙 既然在台湾来讲 说以一位年轻的上班族来讲 一个价位大概占了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来讲 他更要保养 你如果没有保养得好的话 我觉得也是损失一笔费用 那怎么保养 其实就四个字 面面俱到 每个零接面 不管是用牙线 或者牙尖刷 都要把它刷得干干净净 这样子才会彻底 当然牙医师本身也要做的密合 让它好清 这样才会相得益彰 可是像你那种小小的这种 这样子清 它不会 牙缝变大 对 第二个牙缝变大 第二个就是说 太用力或干嘛 会让我们的牙龈 会萎缩或发炎 所以你讲得正确 这个病人是因为 它牙缝已经大了 所以还是有一个方法是OK的 反推来讲它是必须要用这种牙尖刷 去刷 但它如果牙缝很小的时候 是用穿针引线 就是牙线就可以 对 OK 那刚才有提到一个问题说 我们每十年大概会 会估一个米米特的牙龈萎缩 那如何让它不要那么早发生 其实在于有两个因素 我们每个人刷牙 力道不能太重 尤其刷到门牙的地方 你更要轻 所以我也听过另外一种说 就是说 其实用软一点牙刷 要刷到牙龈 就是说去按摩它 对 意思就是说 或是用手去按摩 它会让它减缓它的萎缩 是这样吗 我同意 同意 有这种说法 因为一刷牙太用力 就是横向的力道 会让牙龈往上的方向 会比较明显 OK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门牙的牙龈 高度稳定 不要那么快有改变 刷牙一定要清 挑的牙刷要软毛 那用手 手就不用了 按摩吗 那是多11局了 那是多11局了 OK OK 其实这个假牙的保养 既然你做了假牙 当然就要勤于保养 没错 因为这个 为什么会做假牙呢 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呢 可能对牙齿的不爱惜 所以说你才会变蛀牙 对不对 或是当然意外 我们不要算在内 对 所以既然呢 就是已经是变成这样了 然后你做了假牙之后 那你还不保养它的话呢 快点更快 那这个我们这个 赖医师也没有办法了 好不好 那你就多花钱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赖医师 来到现场 谢谢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佛在人间 我们下次见 拜拜